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内地电影的黄金时期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那今天咱们留来聊一聊这样的一部冷门佳作轮回 导夜老雷是个标准的浪子 风趣幽默能吹能砍 拽的钱虽然不多 可活的倒也算逍遥自在 这天晚上 他对美丽端庄的女演员于卿一见钟情 两个人互相的没来眼去 但谁都没有先开口搭讪 老雷觉得自己这一次是成竹在胸 故作震惊 却没想到对方直接就乘坐着下一班地铁离开了 老雷这才焦急的追上前去 看到眼前的男人露出马脚 女孩没憋住笑了起来 几天以后在朋友的饭局上 一位老外得意洋洋 看着这个还没有掌握到流量密码的外国人 老雷对他嗤之以鼻 此时他恰巧重遇到了鱼精 女孩逗趣的说老雷是个流氓 老雷倒也没有否认 几杯白酒下肚就喝醉了 等他醒来 已经被鱼精带回到了他的舞蹈室 老雷是个会逗趣的人 正经怪了的女孩 反而是被他吸引住了 主动让老雷留下电话号码 两个人就此正式开启了男女之间的推拉游戏 虽然说老雷对他颇有好感 可是等到鱼精真的打电话来的时候 却装作听不出他的声音 还把他当作陌生电话好一顿怼 本想是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地位 结果女孩真的生气了 这让他变得慌张 赶紧手忙脚乱的拨了回去 这两个人好不容易才约上了见面 约会的时候 老雷说自己的人生准则就是快乐为上 也将自我和群体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晰 只要不影响世道 不败坏道德 那么他才不愿多管闲事 也并不希望别人来插手自己的私事 特别是在和相爱的姑娘锻炼这件事上 虞精和好友都较为矜持 听到锻炼这个词汇 不免觉得刺耳 而虞精更是此刻沉下脸表示 自己要回学校了 虽然说第一次约会结束的并不愉快 但随着二人交往 本就忽悠好感的两个人 还是越走越近 时间一长 玉精更是想要跟男人确认关系 可却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 其实老雷也是个聪明人 早就看出了女孩的心思 可偏偏就是要等到对方先憋不住 面对年轻漂亮的玉精 老雷故意表现的漫不经心 但其实都是为了掩饰他的自卑 只有在确定自己表白不会失败的情况下 才敢出手 但女孩找回了身为被追求者的面子 又故意显得犹豫 她的这份矜持和老雷的厚脸皮 倒是正好可以互补 两个人也就这么确定了关系 可没有多久 老雷就发现家中失窃 但好在藏在水箱里的大笔现金都还在 老雷又在家中发现了一张勒索自己的纸条 但他当时并没有在意 只是雪上加霜的就是之前因为亲信了一位女导爷 他被骗抖了货款 导致全部搭档都赔进了公司 一下子变成了穷王蛋 而与他合伙了两个朋友 表面上没有怪他 还要请他吃饭 结账的时候 却借着上厕所的名义 逃着摇摇 让老雷一个人付了这昂贵的餐费 他怎么都凑不齐这费用 这时一个女人上前解了围 这正是他的初恋女友阿玲 刚刚与外国的丈夫离婚 独身一人回到国内 巨额的赡养费 让他可以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 两个人共同回忆着过去 聊得好不愉快 当不可避免的谈起现在的感情的时候 老雷说下了鱼精 平日他一直在人家女孩面前保持高姿态 于是也就只敢在此时对外人坦白 自己到底是有多么的爱他 这让单身的阿玲好些羡慕 这么多年以来 他虽然也在追求感情 可到头来 不过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 早已忘记了心动的滋味 提起于是 老雷决定不再逃避 许是男人的自尊作祟 他并没有对这个女孩说出自己目前的窘境 前脚刚接完勒索电话 后脚就去看了演出 但演出结束以后 于是表示自己很快就要分配到新的团了 他每周只能来老雷家一次 话里话外全都是在暗示着 要老雷对自己再主动热情一些 而老雷则受不了于晶这样的矜持 他的埋怨更是让女孩都有一些不好意思了 于是这天晚上 于晶主动来到了老雷的房间 而老雷对这样的暗示更是心智肚明 惊喜到不能自已 两个人开始了一场大汗淋漓的锻炼 这一夜过后 老雷觉得两人的关系已经彻底升华 哼的小曲开始把自己的小屋 切成了新房的模样 仿佛对二人的婚礼势在必得 下次见面的时候 女精也表现得更加热情 然而意外总是接踵而至 老雷晚归时被黑衣人堵住 威胁他明天下午必须把钱送到展览馆 老雷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找了一个练拳击的哥们帮忙 对方嘴上说的好听 但第二天还是爽约了 结果老雷独身前往 在展览厅碰到了一个长相胸胸的黑衣人 被一路跟着上了地铁 但好不容易回到家中 却发现家里早已经闯入了一大群混混 他推托说自己是真的没钱 可对方却以为那只是在敷衍 竟然直接施以暴行 本就一贫如洗的老雷 马上就成了残疾人 尽管说鱼精表示自己并不在意 可老雷却并不愿意拖累对方 更受不了心爱的女人可怜自己 他的自尊令他不能够忍受被抛弃的结局 于是抢先开口说了分手 更惨言金钱和外貌其实对自己非常重要 如果换位思考 他肯定也不会和又穷又缺的女孩保持关系 这番话狠狠地刺上了鱼精 也让鱼精认为老雷之前并没有对自己动过真情 伤心地转身离开 之后鱼精的朋友也来为他讨公道 当局者迷旁观者情 他一眼就能够看出 老雷纯粹是为了维护自己存在的面子 还指责了老雷明明是需要鱼精 可却并不愿意承认 甚至还装出一副冷酷无情的模样 之后取了腿的老雷 不得不依靠拐荡度日 他失去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 更是往日自信的惊奇事 他的生意也随之越发惨淡 连续谈了十几笔却颗粒无收 于是更加沮丧 只能先去舞厅赚点小钱 可没想到正好在里面 就发现了勒索自己的那群人 于是他连忙报警将他们捉拿归案 可缺掉的腿和失去的人生 终究是回不来了 另一边阿玲想要来找鱼精 询问老雷最近的下落 对方却失落地表示 自己跟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阿玲听后有些吃惊 上次老雷谈起这个女孩的时候 爱意满满的样子仿佛还在眼前 本以为二人马上就会结婚 如今这么快就变卦了 带阿玲走后 于经回想着对方刚刚所说的话 如有所思 老雷从来都没有正式的开口 说过爱他 可却能够在外人面前说了这样的话 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那一刻于经本来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的心 又再次掀起波澜 如果双方都深爱彼此 那么因为骄傲和面子就此错过也太可惜了 他终于忍不住跑到老雷家想问个明白 却得知机关已经收走了老雷的房子 他已经搬到别处 失望的鱼精只能离开 不久之后他来到了舞厅想找一份舞蹈老师的工作 经理对于鱼精很是满意 可他却发现当班的人正是老雷 当即就拒绝了这份工作夺门而出 而老雷也马上追了出去 大雨磅礴 让老雷一蹶一拐 不小心摔倒在了雨中 看着这个落魄的男人 女竟终于心软 跟着他回到了新家 两个人沉默的对视 仿佛是有千言万语要对彼此诉说 可谁也开不了口 最后他们仅仅相拥 一切便尽在不言当中 视而复得的东西 总是更加的令人珍惜 老雷终于决定要和这个女孩结婚 而鱼精只是埋怨他 为什么不早先来找自己 浪费了许多的好时光 老雷坦言 自己总是这样子 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拼命的去挽回 而结婚之后 他依旧是不改我行我素 懒懒三散的德行 没有工作就在家服献 不愿做家务 就躺着抽烟看爆 没了事业 没了激情 整日昏昏噩噩 凑合度日 整个人已然失去了光彩 于是经济和家庭的压力 全部堆到了鱼精身上 他毕业以后 放弃了前景大号的舞蹈事业 为了能够快速赚钱养家 选择在酒吧半午 白天工作 晚上回家还要收拾房间 看着昔日好友 在舞台上光彩照射的样子 鱼精的心里也很不适自卫 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时光 和大瓦的经历 本来是想要拥有一个 和和美美的家庭 可却只换来了一个 邋遢懒散的丈夫 这让鱼精越来越失望 只是 这一切已经不能回头 琐碎的日常消磨了爱意 当感性冷静下来以后 理性又重新占据了上风 生活远远不只是 谈情说外的偶像剧 还有很多现实的因素 毕竟 在这的感情在萃取以后 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 和对生活的热情 婚姻也终将会是一地鸡毛 这时 上次骗过老雷一次的女老爷 再次来找他 而且又是个损人利己 勒索人的勾当 老雷起初并不愿意去做 但为对方拿腿去的事 好一顿羞辱 这倒是让老雷更加的自暴自弃 而与鱼精的感情 也已经陷入冰点 这一天 阿玲和鱼精的好友来家里聚餐 老雷则带回来了一个蹭饭的朋友 久过三旬 众人的情绪也开始激动起来 有钱的人 有有钱的烦恼 没钱的 也有着没钱的烦恼 阿玲坦言 自己结婚 就是为了离婚以后 能够偏点赡养费 生活 虽然很光鲜 但却很孤独 已经失去了自尊到处蹭饭赌日 而老雷则在缺腿以后 就直接失去了勇气 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 他们都觉得很不如意 互相玩笑似的调侃着彼此的痛处 而鱼精和朋友 则在他们旁边 显得如坐针毡 他并没有上前阻拦 只是脸色愈假阴沉 阿玲在喝醉以后 夸鱼精是个好女孩 不应该 但在老雷这样的混的身上浪费时间 鱼精本打算带他到卧室休息 而老雷 却不想让别人躺在自己床上 追过去阻止 结果又几次摔倒 可这次 鱼精是再也没有办法心软 他对老雷积怨已久 再加上刚刚阿玲刺激 让他对两人的生活已经彻底绝望 他让老雷要么是自己爬起来 要么就一直躺在地上 话语间 已经暗示着 他如今这样的颓废生活状态 根本无法度日 只能选择重新振作 或是毁灭 带送走朋友的那一天 鱼精和老雷再次来到地铁站 从他们初见时那样 这一次 两人终于如愿走到了一起 可却彼此相对无言 鱼精继而便联想到了 出于老雷时的那个自己 有钟爱的事业 有着青春的美貌 怀揣着对生活和爱情的浪漫理想 仿佛 未来的一切都充满希望 可现在这些幻想 全都破碎了 到了晚上 鱼精忍不住哭了起来 而老雷有些不耐烦地安慰他 坦言说 自己已经给了他想要的爱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可对鱼精来讲 爱情并不是口头的表达 而是生活的行动 老雷的心中更加郁闷 他狠狠地摔了鱼精一个巴掌 转身离开 他本以为婚姻是个能够让他 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可结了婚才知道 自己不仅要对鱼精负责 更要对两人的共同生活所负责 老雷感到不堪重负 看着镜子当中 那个瘦小虚弱的男人 狠狠地砸碎镜子 然后用台灯 在墙上投射出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这便是他理想当中的自己 身强力壮 事业成功 家庭幸福 只是这一切都和现实相距遥远 老雷越是拿鱼去勾勒在墙上的影子 越是意识到现实中的自己和幻想的差距 他终于不堪忍受这样残酷的事实 接着便选择了与世长次 六个月以后 鱼精顺利产现了一个男婴 生命的轮回似乎还在继续 而人类的苦难 终究不能靠死亡作为终结 《轮回》这部电影展现了上个时机 处于时代变迁当中的年轻人 各自迷茫而消腿的生活状态 还有理想主义在现实击打之下 幻灭的过程 老雷也是王硕笔下典型的玩主形象 穿着松垮的西装 整日优秀好闲 没有远大目标 也没有望重欲望 好像生活当中 除了找热子以外 再没有别的要紧事 但其实这一切都只是因为 他对人生的迷茫 并不是没有理想 可在现实的重压之下 轻易就会被击垮 也不是不渴望温暖 可让爱伴随着责任降临 他却没有勇气担当 甚至觉得自由更加可贵 当幻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 却又无力去改变的时候 毁灭就是逃避的唯一途径 而鱼精和阿玲 一个选择了嫁给爱情 一个选择了嫁给财富 只是两个人都过得并不幸福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垒 从来都难分对错 但过度的依赖 单方面的感情或者是金钱 最终都会难以自强 片尾 作为那个出生在1988年的婴儿 伴随着新时代的更迭 是否会同样拥有着无解 又令人崩溃的新烦恼呢 而又或许 那也只是旧的烦恼 换了一层新的外壳 毕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不论是败金主义 还是暴力敛财 亦或是人们精神状态的 日益消沉与空虚 这序序中的问题 在当今的现代社会 仍然存在 而这正是轮回的意义 生生世世 除了自救 没有人能够解脱 我是书根秀木 感谢您选择与我一起 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咱们下期再会